我知道很多人都向往能在自己家的室内做烧烤来吃 这样的需求通常不可能用明火烧烤来实现 所以我们的选择只有可能是这种电烤炉 事先准备好的五花肉 看一下五花肉的油会不会滴到加热线圈上 把加热线圈给搞坏 烤牛肉已经开始有点变色了 翻过来的这一面你看这边是变色的 好像不错哦 看一下这边能看到很多油再滴下去 我很确定这些油已经滴到了加热线圈上 但是上面并没有起火 有微微的油烟 我没看到油烟 我就闻到香味 六七分钟吧 上面开始出现了少量的油烟 看到没 看到没 果然还是会着的 果然还是会着的 比明火烧烤 油一滴下去就着 要能够接受的多的多 你想一想用炭火来烤五花肉的时候 哪一次不趁狼 会突然一下 开始冒火 然后拿走拿到这边 这边夸一下又开始冒火 又拿走换到另一边 夸一下就接着冒火 冒完火之后你一看 肉全是黑的 竹签都快断了 你看我吃了这么多年的烤肉 是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五花肉的 摸这个桌面 桌面的温度已经长到了 可能有47 48度 就很烫 越靠近越烫 对最靠近的位置 已经长到了50度这样 但是这个烧烤架的底部 完全感觉不到烫 很神奇 无灶上的火 我们已经灌了五分钟 把烤肉全部拿开之后 能看到无灶 这个网上面是有不少东西 下面这个用来接油的盘子上 也有很多油 大家看 这个加热线烤完之后 其实也就是中间的这些一些地方会沾油 线圈本体的话 油基本上都在烤的过程当中 碳化掉 碳化掉 烧掉 就没了 烤炉本身的话就是这里有一点油 用麻布擦一下就行 那清理起来蛮方便的 作为一个没有用过电烤炉烧烤的人 对于电烤炉实在是太满意了